近段时间轻轻日常正在热播 清喜剧的风格收获了很大一波热度 频频登上热搜 不过相对于男女主来说 陈晓宁扮演的好家似乎讨论度更高一点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只是因为她才专心搞事业而已 好家是数出的姑娘 她的小娘在家中不受宠 处处受打压 好家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就是会打扮自己 会取悦男人 世间女子谁不相貌 能有一个对自己一心一意的良人呢 可是这不是好家能考虑的事情 她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爱情于她而言不过就是奢侈品 好家只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婚姻 改变母亲在家中的地位 她从一开始就知道 新川主想要把她许给五少主 也知道五少主对她有意思 但是好家没有上帝视角 在她眼中不学无术的五少主不是良人 她想要嫁的是敌长主 因为她是最有可能成为新川主的人 只要她能获得敌长主的心 就算是侧夫人地位也不会太低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母亲在家中的境况 她通过计谋引起了敌长主的注意 成功当上了敌长主的侧夫人 进服第一天 敌长主的正式夫人赵芳如 就给了好家一个下马威 但是好家也没有受委屈 故意当着敌长主的面惹怒赵芳如 但从面上来看 这些行为确实挺绿茶的 可是为什么好家的行为 并没有引起观众的愤恨呢 我想大概是因为她的事业心 好家从一出场就告诉了大家 她并非想要跟谁抢丈夫 而是把少主当作东家 那么既然要找东家 肯定要找最厉害的那个了 新婚之夜的时候 敌长主还假惺惺的说 只让好家当个侧夫人 实在是委屈她了 好家嘴上说着没关系 她知道自己心里的人是谁 但心里想的确实 最喜欢的是自己 就是这种清醒 才让观众喜欢上了这个 有点小绿茶的女子 没有慈敬的剧 才是人们的心知所向 女孩子就是应该互帮互助才对 好家和女主李维从小就认识 虽然嫁给了不同的少主 可是并没有让姐妹二人的关系疏远 敌长主再三强调 让好家远离李维 好家虽然嘴上答应 私底下却和李维 还有其他少主夫人打成一片 李维受欺负 好家也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六少主引征提前开府 敌长主故意不去参见 为的就是让其他人都不敢去 结果到了晚上 少主们和夫人们还是去了 就连好家也拎着盒子 出现在了六少主府 这一幕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 好家那么聪明的人 他当然知道自己 偷偷来将来面对的是什么 明明知道后果 他还是去了 只是因为李维是他的姐妹 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 好家也知道赵芳如不好对付 但是在李维说 他也想吃螺蛳粉和炙豆腐的时候 好家虽然不喜欢 却还是偷出来了给他吃 这样的女子 我们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当初好家一心想要嫁给敌长主 为的是自己的母亲 可是敌长主不是良人 他只喜欢听话的姑娘 他的女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只能依附于他 成为他的附属品 丈夫人赵芳如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当初也曾耀眼夺目过 结果却因敌长主收敛了自己的性子 他看到好家便如同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所以他会帮助好家 就好像在帮助曾经的自己一样 嫁给这个的男人 日子过得本来就艰难 女人们若还要为了不值得的男人互相争斗 那这日子还要怎样过下去呢 以往像这种很多女人的电视剧 一定少不了雌进剧情 可在这部剧中 女子与女子之间互帮互助 相互理解 友爱和谐 才真的让人为之动容 女孩子之间的友情也真的太感人 轻轻日常女子百花齐放的剧情 才真正是他红起来的根本 一开始看这部剧 单纯就是因为他搞笑下饭 但是看着看着 也不免为里面女孩子们的友情感动 这里面的女子人设实在是太好了 主角李薇来自季川 是个乐天派小吃货 当他跟那些姐妹们 吐槽自己吃糠燕菜 吃不上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姐妹们表面上没说什么 但是第二天就给李薇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来自迎川的思思 腼腆可爱 教导嬷嬷 就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故意在课堂上为难思思 上官静看不下去了 立刻就站起来帮思思撑腰 不过当上官静的家乡单川遭受水灾的时候 姑娘们都纷纷拿出自己的首饰去振灾 尤其是慢吞吞的思思 搬出那一大箱珠宝的时候 真是既幽默又感动 还有三少主和他的节气姑娘们 剧中说到三少主将他的红颜知己以节气命名 照这个架势肯定是没有24个就不罢休了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那24个女人不得吵翻天了 但如果要是这样的剧情的话 那就有点太俗套了 这些姑娘们统一的敌人就是三少主 姐妹之间相互陪伴 欢乐有爱 唯一发愁的就是如何不与三少主见面 必要时候还会有人挺身而出 代替姐妹上战场 毕竟三少主脸盲 根本分不清楚这些姑娘们 这种不把心思花在勾心斗角的电视剧 才是当今时代人们最喜欢的 此境早就已经不流行了 女人们千姿百胎百花齐放的状态 才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如今这部剧才割心了不到一半 还有很多的剧情等着我们 不仅有甜甜的恋爱 还有美好的友情 更有赏心悦目的颜值 不得不说 这样的清洗剧还可以再多来点 毕竟古装剧也要百花齐放嘛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